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老师 要来跟小朋友们上一堂课 那现在请我们热烈掌声 欢迎我们的黑白老师 来到屏东县和平国小校园 知名机器人华神老师 要帮小朋友们上国语课 今天我来教大家国语第五课 爸爸这是校娘老师写的一首同诗 现在让我先蓝读这首同诗 好吗 爸爸像太阳散发热力和光芒 穿过白云透过车 利用内建的麦克风发挥朗读功能 我念得如何啊 好 谢谢大家的鼓励 接下来请小朋友念念看 爸爸像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床边故事说不停 跟着机器人老师朗读课文 小朋友们乐在其中 课程也不知不觉变得更加有趣 接下来有几个问题 要请问小朋友 请大家用手上的摇控器回答 你答对了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小朋友拿一个接口吧 对啊 对啊 哇 整首一台遥控器 利用智慧教室的电脑辅助系统 老师出题学生及时作答 还能整合大数据 小朋友的学习状况一目了然 因为可以跟机器人一起上课 然后蛮多快玩 你会好奇他怎么做出来的吗 对 怎么说 就是他不知道会用什么材料做出来的 让他们去尝试了解机器人未来发展 会走向哪里 那我们会利用它能够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还有好奇来应用在教育上 结合其他机器人教育 接下来要走遍屏东县各乡镇学校 举办行动学堂 勾起小朋友们对科学的兴趣 不过其实他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 讲起台语也很冷凍 机器人这回又当起职工 来到社区关怀据点 和阿公阿嬷们跳舞玩游戏 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阿公阿嬷模仿灵活的机器人 左摇右摆认真动一动 身体也活络起来 年长 大家一起很快乐 没有看 对啊 感觉 对啊 看你真是不懂 我知道了 你的年龄开门见深地说 又是福 不住了 不住了 阿嬷你会 阿嬷就不一会 怕的吧 好 你会这样 不住了 不少阿公阿嬷头一次看到机器人 都觉得好有趣 尤其是猜年龄的互动游戏 更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可以让社区的长辈有新的 看到新的一面 新鲜事嘛 总是要让长辈跟得上流行 对啊 然后这样子 你看他们今天也是很开心 我们志工可以去上网填我们的表单 然后我们就会排时间过来服务 不定时他都会提供新的舞蹈 或是新的游戏 让我们去使用 然后我们就会针对比较适合长辈 比较难度比较 不会偏意的来给长辈玩 我们请求职者进场 又当关怀之工又当老师 其实他可是经过屏东县长潘梦安 亲自蔑视的第一位机器人公务员 你的年龄开门见山的说 谢谢 虽然把今年才53岁的县长猜成70岁 好在县长很有风度 不但没有生气 最后还是录用他 可爱的机器人现身屏东县政府 除了要担任导览职务 提供政策讯息 看到差工民众还会主动打招呼 您愿意将您的真心话告诉我吗 您对我的表现是否感到满意 还蛮实用的 因为它像它有那个就是卸服地图 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可爱的感觉 跟这边的那个比较严肃的感觉 就比较有点不一样 比较可爱 屏东县去年一共引进了四组机器人 每一组其实都肩负不同任务 不只要让偏乡孩童的科学教育 不落人后 更透过它让长者们得到 需要的关怀与陪伴 赞